我在报馆桌面 每一天我必须要看报纸 每天是看很多份报纸 所以我每一次看都知道 如果有灾难的话 第一个到现场的话 就是刺激 所以我觉得我要深入去看这个团体 到底是什么团体 我就去上网络找刺激 我就找到了客户的家业 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 我也没有朋友也没有邻居 我师兄也不跟我去 可是我就觉得团体很好 虽然没有人跟我在一起都好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就去 初初我师姐是很喜欢做环保 我就不大喜欢 因为邻居邻居去跟他们拿垃圾 为什么要做 我从小是一个很穷的家庭出身 我就是住在靠近那种垃圾堆的地方 就是每一天 等那个罗里在那些垃圾来倒的话 我们就设就设那种玻璃瓶 拿回去洗就可以卖那一两分一个 所以对我来讲垃圾不是垃圾 对我那一时候可以给我一点点零用钱 整个住宅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花园 我们会放上去 连他们有那个支援 后来认识了瓷鸡 知道环保的好处 是要救地球 比如我们对自己心里说 我们做的是对的 我们要怎样说就不管它 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假如有吵架 我的太太她的脾气不是很好 她可以一个月里面不要跟我说话 因为我有四个孩子 我四个孩子已经给我很多烦恼了 然后我做工我做的是创业 每一天我就是要追budget 追什么什么 就是我很under stress 很多pression那一种 所以我很快我就会发脾气 哈喽 我们来了咯 我有见很多那种家房啊这种 我看到很多很苦难的人 我感觉到我很幸福 我为何要生气这么多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尽了持绩 我觉得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 大家支持它 加油啊 要用功啊 要用功 受证就是一个开始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学习吧 我是希望如果我们现在去台湾回来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要开始去做很多 要有意义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嘛 我会继续做环保 做关怀 这两方面呢